创世纪第四章,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厄花,厄花怀鸟人,生了佳音说,我赖上主获得了一个人。以后他生了佳音的弟弟亚伯尔,亚伯尔木羊,加音耕田。有一天,佳音把田地的出产作祭品献给天主。 同时,亚伯尔献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,上主为顾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,却没有为顾加音和他的祭品,因此加音大怒,谁投喪气。 上主对加音说,你为什么发怒,为什么谁投喪气?你若做得好,喜不也可仰起头来,你若做得不好,罪恶就伏在你门前,企图对付你。 但你应祭福他。 事后加音对他弟弟亚伯尔说,我们到田间去,当他们在田间的时候,加音就袭击了弟弟亚伯尔,将他杀死。 上主对加音说,你弟弟亚伯尔在哪里?他答说,我不知道,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。 上主说,你作了什么事?听,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哭怨。 你现在是地上所奏骂的人,地将开口由你手中接收了你弟弟的血。 从此你即使耕中,地也不会给你出产,你在地上要成个流离失所的人。 加音对上主说,我的罪罚太沉重,无法承担。 看你今天将我由这地面上驱逐,我该躲避你的面,在地上成了个流离失所的人。 那么凡遇见我的必要杀我。 上主对他说,缺不这样,凡杀加音的人,一定要受七倍的罚。 上主随及加音一个技号,以免遇见他的人击杀他。 加音就离开上主的面,住在伊甸东方的乐得地方。 加音认识了自己的妻子,他怀了人,生了哈诺下,加音建筑了一座城,即以他儿子的名字。 被奚起名叫哈诺下。哈诺下生了伊拉德,伊拉德生了麦胡雅尔,麦胡雅尔生了麦特沙尔,麦特沙尔生了拉麦赫。 拉麦赫取了两个妻子,一个名叫阿达,一个名叫七拉。 阿达生了雅巴尔,他是住在 fortress墨内畜牧者的始祖。 他的弟弟名叫犹巴尔,他是所有弹琴摧晓者的始祖。 同時七拉也生了特巴爾加音,她是製造各種和鐵器具的象人,特巴爾加音有個姊妹名叫納巴馬。 拉麥赫對自己的妻子說,阿達和七拉傾聽我的聲音,拉麥赫的妻子,淨靈我的言語,因我受傷,殺了一成年,因我受損,殺了一青年。 殺加音的受罰是七倍,殺拉麥赫的是七十七倍。阿當又認識了自己的妻子,她生了個兒子,吸她起名叫舍特雪,天主又刺了我一個兒子,代替加音殺了的阿伯爾。 舍特也生了一個兒子,吸她起名叫握樂士,那時人才開始呼求上主的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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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